猫儿要制造,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。 3.3升柴油引擎,该发动机是实现理想燃烧最终目标的第二步。 展望未来,使用碳中性一体燃料或生物燃料。 使用汽油和柴油燃料是迈向电动车的过渡期,就节省燃料和控制碳的排放。 提高内燃机的效率始终很重要,这就是我们提高内燃机的效率的原因。 努力接近我们要的目标。 它背后的技术包含两件事。 一个是完全燃烧,另一个是节能。 用更大排气量发动机,实现高效大功率发动机。 让我带您了解,两者中的第一个。 请看这个影片。 第一次,燃油喷射在顶部及顶部。 第二次喷射不干扰燃烧。 燃烧前充分吸入空气。 实现更节能高效的燃烧。 我们能提高新柴油发动机的热效率。 在实际操作范围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中,降低了40%以上。 这要归功于分控制的部分预混压燃、DCPCI, 即由阶梯式弹型燃烧式和高压燃油喷射, 以及更大的发动机排量。 接着来到第二点,更大的排气量。 当有大量空气时,发动机可实现高效稀薄燃烧。 良好的混合笔,能在低温下燃烧, 并在需要时输出更大的功率。 更大的发动机排量,有助于提高燃油效率。 并降低发动机NAX排放,及更高的发动机扭力。 同时带来更好的驾驶体验。 其外开发了节能高效的新型3.3升柴油发动机的燃烧概念。 考虑到不仅使用柴油,而且还使用碳中和生物燃料。 我们在燃烧技术研发方面的持续努力, 包括确保新型柴油发动机即使使用生物燃料时, 也能提供相同的效率和动力。 以及提供响应式驾驶,而不会对排放性能和噪音产生负面影响。 马自达宣布,参加Super Team Durance比赛。 使用升值燃料的车子,让车辆运转。 我们决心,在艰苦的赛车环境中,进一步磨练我们的技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